在还没有说法以前 先讲一点这个 为什么要修法 这个问题 听起来很简单 我们每一天 都在修法 每一个星期六 都来这里同修 但是呢 还是有人问 为什么要修法 那有人回答 是这样子回答说 修法 就是修行 那么又有人问 什么叫做修行 我们回答是 修行 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 我记得 我在很早以前 我自己的老师 也告诉我 真正修行是修什么 以前 这个老师告诉我 修行就是修心 修这个心 这个修心 使我想起以前 我在这个修理工厂 以前我在修理工厂 做事情 做车船 宣传事情的时候 有一片玻璃 有一片玻璃 那个厂长在玻璃上面写着 那个洗手要洗心 那因为我们那里修理工厂里面的工人 大部分都是比较粗人 黑手工人 黑手 他们一边洗手的时候 一边就要笑那个厂长 他们讲 洗手怎么能够洗心呢 结果他们讲说怎么洗 他就这样拖起来 啪啪啪 当时我觉得这个厂长 在上面写着 洗手要洗心 是有很深的含义 但是我自己也想不出什么了 那我们有两个 差不多小孩子的工人 就跑去问那个厂长 请问厂长 这个洗心怎么洗 请厂长洗给我们看 结果我们两个被打出来 原来我们的那个厂长 他只会洗 他也不会洗 我们那个厂长 大部分所有的工人 叫他那个 生间厂长 不过 后来我的师父教我 他说 所谓修行 就是要修心 那我也问我的师父 这个心怎么修呢 那时候在美国正好在流行 这个换心 这个差一点又被打出来 不过我的师父很好 他一直跟我很细心的解释 他讲 修心就是修正你的念头 按照师父讲的 我们修行就是第一个开始 就是要修正你的念头 不管是大的念头 小的念头 好的好的念头 坏的念头 通通通通通通要把它修成正的念头 当时我想这个念头有没有修 没有人知道 按照我的老师说 念头的念头 念头有没有修 佛菩萨知道 不但佛菩萨知道 而且呢 每一个念头都影响了修行人的心 每一个念头 不但影响了这个修行人的心 而且才更影响了修行人的身体 那我问我的老师 怎么回事呢 念头怎么可能会影响了这个修行人的身体呢 我的老师跟我解释是这个样子 当一个人念头是在生气的时候 他的血压马上上升 脑波反应 马上整个人的神经集中 马上就有了这个脑波反应的 整个身体通通在动作 所以我们讲话要小心 好像是说小心一点 或者我们一刺激了对方 对方一生气 可能马上就会休克阴倒 我想要孝顺父母 大概也有这个原因 因为你一顶撞父母 父母一阴倒一倒下去 脑筋一碰到这个 好像是说台阶啊 或怎么样子啊 送进医院一下子完蛋 这个责任重大 所以好像有一个人生气的时候 他念头一发怒啊 他会影响他死了很多的细胞 有灵眼的人一看啊 他的前身都在碰火 他的周身都已经在碰火 这个手都握得很紧啊 牙齿咬得很紧 两个眼睛就跟那个红木猴一样 连他最心爱的骨童都摔破了 这个生气一次啊 我们这个血管里面 也可能因为血液的循环加速 把血管都冲破了 所以我的老师跟我讲 念力 这个一个念头啊 生气的念头 就要减瘦三年 我老师讲这句话 好像没有医学上的根据 他在讲啊 他说 当一个人的念头不正的时候 有时候他心里就先虚了 然后呢 他所有的毛细孔啊 他就会张开 那很容易受寒受热 那念头不正的人 很容易感冒 另外我的老师又讲 这个念头 有的是想入非非的时候啊 那他身体一定很衰弱 这个有一种病啊 他们讲说是那个什么 下宵啊 下宵这个台语叫下宵 下宵这个毛病 总之就是下半身很虚弱 他讲这是念力的淫 就是用意识去犯罪 一个人经常去贪念 贪到最后 他的胃也会吃不消 由于他经常有了贪念 他的胃因为承受不住 他的贪念 也会变成胃下垂 他讲的这个东西 这个念头啊 念头一有错误 马上在身体里面的疾病 马上反映出来 我不相信说这个念头有那么厉害 不过按照我的老师经常跟我指点 他说你走到一个好像是说前面啊以前那个好像乡下地方啊很多小孩子大便就是在那个土地上就在地上 这边也有在那个塞卧旁边经常有那个狗的大便 其实你只要眼睛一直看着那个大便你就想呕吐 啊你不必闻啊你不必闻啊你不必闻到他的味道啊你只要眼睛看着他你就会想呕吐 我的老师告诉我这个就是念头啊 啊我们曾经在那个BioBio Square看到那个假的那个小那个假的那个大便BioBio Square好像有卖那个假的那个东西 其实那个东西虽然是假的没有味道 但是你摆在你面前 你也感觉到非常的厌恶 而且有呕吐的感觉 啊这个就是念头 另外有一点啊有人他本身去看一些好像是这个大荧幕的小电影 啊大荧幕的小电影 OK只要这样子看你就不行了 啊你的两个眼睛你只要看这个电影 他反射到你脑海里面你脑海有这个念头 OK就不行 因为你身体里面的血液啊 就已经注尽了那个念头在里面所循环的血液就不同了 所以按照我的老师告诉我的 在你的血液当中你注尽了任何一种昏迷都是你的念头所产生出来的 你经常有好的而且公正的念头 你就有了公正的心跟公正的行为 你经常有不好的念头 在你的身体就产生不好的身体 你不好的身体就有不好的行为 所以今天修行佛法 我们今天修法 就是要有公正的念头 要使你的血液里面经常有快乐的泉源 这个血液带走你的公正的昏迷物 去润滑你周身的肌骨 修秘法的人在他的肌骨的身体的骨头啊 不会生锈 经常有快乐的泉源在润滑 所以你能够健康快乐而没有病 你跑去看那个大荧幕的小电影 一看一次在你的血液里面 放一点毒念进去 毒素进去 你的这个蜂蜜物啊 跑到你身体的血液里面 阻碍你血液的循环 全身的肌骨得不到良好的 这个好像是说湿润啊 反而变成了全身上生锈跟阻碍 你机器都快要坏掉 所以我的老师跟我讲 修行刚开始第一个 就是修正自己的念头 那今天来这里学法 修法 正是要修正自己的念头 这个听起来好像是 就是这一篇就是这样子的道理 他说反正你有不好的念头 产生出来的东西就是一种毒素 就是毒害自己好的念头 他产生出来的快乐急速 就是你身体真正健康的泉源 那我们现在讲这个 佛说阿弥陀经 今天晚上讲这个经字 其实这个经啊 就是这个三藏里面的第一个字 就是经历论 所以第一个字就是经 那么这个经呢 在以前讲起来 就是佛本身所讲的 结局起来的 就叫做经 这个经又有一个别名叫做通 所谓通的意思呢 就是从这里到那里 那么经又有另一个解释 经就是道路了 那表示说 这个可以从这里 一直到到那里的道路 就是经 这一本佛说阿弥陀经 就是本身是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经典 我记得好像以前 耶稣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就是道路 那么也可以这样子讲 那耶稣讲就是 我就是经 这一本经是以前的 是印度文 但是有一位法师 把它翻成中文 那翻译的这个标题呀 就叫姚承三藏法师 九摩楼审义 姚承是一个朝代 三藏呢 就是代表经历论 法师呢 是一个能够通经历论 出家人 叫做三藏法师 这个九摩楼审 这个九是不是 发音是不是九呢 还是 没有错 这个法师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法师是很有名 是一个很大的成就者 他翻译的佛经很多 他也有很多的弟子 跟着他 他要临终的时候 讲了一句话 他说 假如我翻译的佛经是对的 我的舌头稍不放 结果这个九摩楼审 他严辑的时候 佛化了 但是剩下一个舌头 稍不放 证明这个九摩楼审 他写的翻译的佛经 都是非常正确的 这个九摩楼审 他本身也是一个大的学问家 他是印度人 这个父亲 以上的朝代 都是国家的相国 当了首相 后来他父亲 起了一个公主 生下的小孩子 就是九摩楼审 这个九摩楼审 他在小孩子的时候 就变才五百 就能够讲很多的经典 而他在很小的时候 就当为一个国师了 他先学小乘佛法 以后再学大乘佛法 然后他又回去 度他自己的小乘佛法的老师 这个九摩楼审 他在我们这个佛教 这个中国的佛教的 易经工作上 有很大的贡献 他的名称 从印度一直传到中国 是这个佛奸啊 佛奸就请他 从印度到中国来 欢迎佛经的 这个九摩楼审 他这个印度人 就是童寿 就是小孩子 但是他很有很大的智慧 所以这个名字 也符合了 这个九摩楼审 他本身一生当中的行迹 要详细的知道 这个九摩楼审 的一切的 他的行 他一生当中的这个形式啊 大家可以看一本书 就是中国的一本书 叫做高僧传 里面有他的记载 这个 欢迎的这位高僧啊 他本身也是很有神通的 好吗 你别美好